暗地社團跟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今天這一集是老兵回歸系列 那今天我用的是葛威爾95的這把槍 那這把槍的話我以前我非常愛用 因為他是衝鋒劇在用的 那衝鋒劇跟衝鋒劇 但是 按照我之前的經驗是的話 這個戰地系列的那個狙擊手的步槍呢 算是你要用的好 真的是要靠一點技術 我平平我不得不承認我戰地系列的那個 偵察兵的那個步槍玩的都非常的爛 那這把槍之後我會拿來用 因為說說我很喜歡他的拉槍機的那個感覺 你看我這樣就把他打趴了 這不用說就是給他吃下去 那這個不用懷疑 那就是說說 今天我為什麼會稍微錄這個影片 我發現到一件事情就是說說 就是說說 以前的人 以前我玩戰地系列的時候 很少人 直到目前我很少看人家放那個 半鎖雷 那其實你看 我在剛講完了 那其實半鎖地雷的話 在戰地系列來講的話 他就是其實大家都知道類似反骨兵 其實你要 因為這是半鎖 半鎖雷的話 其實你要把半鎖雷放得好 要靠一點技巧 你像我 我在這邊我很喜歡放半鎖雷 因為這邊的視線不太好 然後再加上夜戰裡面 我視線也不太好 你知道嗎 我這個 我這個半鎖雷 我不知道吃了幾個 幾個 比較說人頭 我就是這樣子 我就可以吃好幾個命了 你知道嗎 然後 就是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 用的人就是很少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我在放半鎖雷的時候 我是怎麼放的 而且我發現到我放半鎖雷 就是說 機率都很高 我只要有放 我只要每次放 我大概是 我這個就溜 這個就不鳥他 像我們這個就不鳥 以前我會往前衝 現在我不會往前衝 我就繼續那邊等 讓別人去殺他就好 那我用到後來 我發現到鐵苗 的確是好用 以前我不認為鐵苗好用 現在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要 中了一個 我可以看一下這次鐵苗 不是 這次半鎖雷可以中幾個 那 大家都知道說 因為這把槍 它有分 三種版本 那這種版本的話 偏偏我翻到就是說 各位 九五用的人 非常的少 但是就是說 因為這種距離不相 都是要 走那種技術型的 所以說 其實我本身 我玩這種 技術槍的話 這種距離 距離槍的話 其實我玩的 其實我不是很好 我之所以會拿來錄是因為說說 我 我突然想到我來用看看說 我到底 我還可以 在 團隊使用裡面 我可以吃幾顆 吃幾顆人頭 看一下自己有沒有 到底是 手幹有沒有回來 那我想說 稍微試一下而已 那原則上來講 原則上來講 我 我個人感覺 怎麼說 還是要看場合用 真的還是要看場合用 那 因為大家說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甜蜜點 他有甜蜜點 就是說 其實 在 Algonfist 在這邊的話 是不是很建議用 這種 用這種槍 真的是 不是很建議 因為你要用得好 真的不容易 我們要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可能不是 這應該要發生什麼事 我先看一下 欸 留一下 這樣這我就要留了 往前留 有人 有人 我是不是看到有人 有人 對 那 伴手雷的話 我可以跟大家 我記得我好像 不知道以前 在巴哈爾還是哪裡 我有分享 伴手雷的心得 然後被人家放到精華去移民 我是覺得蠻意外的 伴手雷 有幾個重點 就是說說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再放在那個 對方出奇不遺的地方 因為橋墩這邊 下面這邊的話 是大家都常常會放的地方 你看我現在我都放一個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 這個地方之所以 至少容易吃人頭 是因為就是說 就是 太暗了 太暗了 你看不到 太暗了 看不到變成說 還有包括夜戰 溫尼爾之夜 跟那個什麼 什麼 就是那兩張夜戰地圖 非常的非常的容易吃到人頭 你像這種話 你只要放在那個橋墩那邊 你看 我又吃到了 你知道嗎 我光吃這個 光吃這個伴手地的 其實我就很吃香 然後 因為伴手地的太空三種 我通常都用高爆的 而且你會發現到 我只要伴手地的放沒多久 因為伴手地的適合什麼 就是說團隊使用前線模式 然後 搶攻模式 然後搶割模式 這些的 你又很適合 然後如果征服地圖 征服模式那種大型的 其實 就不是很建議 就真的是不是 因為有時候你甚至你放的好的話 同樣 你的 你的高爆擊殺率 搞不好 你還會不會 就是說 不會輸給說你的你的擊殺率 如果你放的好 像我這個 我阿公森林 我一定都會放 沒事 結束了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下次有機會的話 各位有用的時間很少 OK 那就這樣子 那 感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我再看一下 現在到底是 最佳小隊是什麼 所以我都是蠻好奇的 結果是我 OK 好 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拜拜